欢迎收看今天的北美地方新闻 我是孙颖玲 新闻一开始 首先带您快速浏览北美各地的最新要点新闻 美国庆假期暴于400起枪击案 至少150人被杀 CNN报道 美国国庆日周末期间 全国共发生超过400起枪击案 至少150人因而丧命 CNN表示 此数字包括上周五至周日期间 全美的枪击案件和受害者 其中还包括多起大规模枪击案件 相关资料仍在继续更新 数字还可能进一步增加 加州经济重启两周后 新冠确诊数翻倍 加州两周前重新开放了经济 落线每天的新确诊病例人数 比两周前几乎翻了一倍 目前的检测阳性率为1.2% 高于6月15日的0.5% 洛杉矶公共卫生部门报告说 新确诊病例中感染Delta变种病毒的 将近一半 最新数据 辉瑞疫苗对Delta变种防护率 下降至64% 以色列进行的一项研究发现 辉瑞疫苗在Delta变体爆发期间 有效保护率为64% 与之前显示的94%相比急剧下降 然而注射预防重病的有效率为94% 比之前避免患重病的67%略有下降 南加州汽油价格达到2012年以来最高 南加州汽车协会周二表示 由于原油价格大幅上涨 开车上班的人增多 市场需求增加 自年初以来平均油价每加轮的上涨 已经超过1美元 达到2012年以来最高 目前加州汽油消费税是每加轮51.1美分 在全美局观 中天中望整理报导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